萨达姆的遗言被女儿曝光 短短十几个字让美国羞愧难当 无地自容 萨达姆究竟说了些什么 为何十多年后才被曝光 我们点赞关注 接着往下看 萨达姆执政二十多年 人们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 不得不承认 他确实为伊拉克做出了不少贡献 再加上长期的统治 萨达姆在伊拉克民众心中 有着很高的威望 不过萨达姆的各种铁丸手段 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利益 对于美国而言 任何一个有可能阻挡他发展的钉子 都应该被铲除 也正是因此萨达姆最后的下场并不好过 2003年萨达姆遭到美军的逮捕 萨达姆时代正式宣告结束 他的两个儿子也被美军铲除 至于他的两个女儿 美国并没有太在意 觉得女孩子家家不会掀起很大的浪花 可正是这个无意之举 让美国延面尽失 萨达姆的大女儿拉加德 出生于1969年 这个时间段的萨达姆 正在想尽一切办法 坐上总统之位 所以根本无暇照顾女儿 她一心扑在政权的争夺上 对女儿的态度很冷淡 甚至没有参与过她的童年生活 拉加德在年幼时也没有感受到父爱 在她的心中 父亲仿佛是一个过客 每天看到的都是她匆忙离开的身影 就连萨达姆的妻子也仿佛被打入冷宫 这样的生活一转眼就是五年 好在萨达姆终于坐上了伊拉克的总统之位 随着父亲身份的转变 拉加德的人生轨迹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对于荣华富贵而言 拉加德更想要的其实是父爱 萨达姆成功之后终于回归了家庭 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转移到家庭上 开始关注孩子们的成长 尽管萨达姆在政坛上永远冷着一张脸 但在女儿面前 她退去了冰冷的外衣 将仅剩的温柔都给了女儿 或许是想要弥补拉加德 不管她提出什么样的要求 萨达姆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满足她 就这样拉加德度过了一段非常幸福的生活 可这种生活非常的短暂 拉加德13岁的时候 人生再一次发生了转折 萨达姆接连两次发动两一战争等对外战争 为了获取更多的支持 萨达姆迫切的需要得到伊拉克民门望族的支持 其中就包括马基德家族 想要让两个家族强强联手 就需要一场联姻 萨达姆看着桌子上的全家福 照片上年仅13岁的拉加德笑容明媚 令人不由自主的心生喜欢 为了政治 萨达姆并没有询问女儿的意见 直接让拉加德嫁给了马基德 当时的拉加德并不知道这场婚姻意味着什么 只是听从父亲的安排结婚嫁人 随着年龄慢慢的增长 拉加德终于明白了婚姻的意义 她逐渐觉醒过来 发现自己只是父亲的政治牺牲品 这场婚姻里根本没有爱情 有的只有利益 也正因此拉加德不能随意结束这场婚姻 只能默默的忍受着这种生活 好在她的丈夫并没有因为是联姻而冷落她 反而经常哄她开心 还给了她最想要的陪伴 久而久之 拉加德心中愈发的欢喜 她慢慢的喜欢上了马基德 两人还孕育了一个孩子 萨达姆有了马基德家族的资金支持 她的地位稳如泰山 在伊拉克境内乃至中东境内都没有人敢惹 成为了妥妥的中东枭雄 而拉加德随着年龄的增长 或许是受父亲的影响 她觉得以自己的能力 做一个家庭主妇实在是浪费 她应该去政坛把自己的价值发挥出来 她的丈夫马基德家族 原本就掌握了整个国家的经济 现在又和总统攀上了关系 在国内的地位更加的稳定了 可谓是风光无限 就连萨达姆的儿子乌代 也开始忌惮妹夫的存在 眼看马基德家族 在政坛上的位置越来越稳固 乌代发现 因为马基德的存在 有很多事情已经不在她的掌控范围内 甚至还有可能会危及到她的位置 所以乌代经常公开对妹夫发难 导致两个家族频繁爆出矛盾 拉加德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胳膊肘不知道往哪拐 令人震惊的是 乌代已经开始动用关系调查马基德了 俗话说 苍蝇不丁无缝的蛋 马基德确实做了不少亏心事 很多钱都来历不明 所以乌代很轻松的 就找到了他受贵的证据 乌代毫不犹豫的 将证据交给了萨达姆 这一点严重触犯到了萨达姆的底线 他让乌代进行严查 一定要将事情查得水落石出 有了父亲的允许 乌代对妹夫的调查非常高调 马基德也知道自己不经查 一旦被乌代找到证据 他一定没有好骨子吃 他见识过萨达姆的铁血手段 所以他思来想去 做了一个非常冒险的决定 他劝说妻子一起逃亡约旦 寻求庇护 萨达姆惨遭最信任的人背叛 拉加德并没有意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 他以为这次出国只不过是度假 等国内风平浪静后 他就可以回来了 可没想到 马基德亚根就没想过回来 在离开之前 他劫持了伊拉克最大的银行行长 强行取走了被冻结的 近亿美元的现金 来到约旦之后 拉加德依旧没有想过要背叛父亲 可马基德刚落地 就和美国勾结到一起 收到美国的好处后 马基德开始在国际上 大肆抨击萨达姆 甚至还透露出 萨达姆正在秘密研制核武器的消息 这也给美国提供了 第二次海湾战争爆发的契机 最初的时候 美国非常看重马基德 可等他没有利用价值后 就将他扔到一边 开始重视萨达姆的女儿 拉加德 又不想失去庇护 只能忍气吞声 马基德虽然惹怒了萨达姆 但当他身处困境时 萨达姆主动向他喊话 如果乖乖回来 以前的事情就不追究了 依旧会把他当欺人对待 此时的马基德 在约旦的生活并不好过 他也想回到家乡 但害怕萨达姆不放过他们 看到萨达姆的公开发言后 他终于放心地回到了伊拉克 飞机落地之后 前来迎接他的人士乌戴 马基德心中不由自主地咯噔一下 害怕乌戴会对他们做什么 没想到乌戴面带微笑地 给了他一个拥抱 乌戴的行为 让马基德彻底放松下来 在回去的路上 乌戴表示 马基德需要和拉加德分开走 马基德想都没想 直接同意了 然而到达目的地之后 马基德却没有见到妻子 反而在新闻上 看到他们离婚的消息 马基德彻底的懵了 他掉进了萨达姆设置的圈套中 一切都已经为时已晚 就在马基德回到家中的第二天 萨达姆就派人袭击了马基德 他被乱枪打死 拉加德非常的受伤 他想为丈夫复仇 可凶手毕竟是自己的父亲 他怎么忍心下手呢 所以他将哥哥乌戴视为仇人 因为他知道这一切都是以哥哥而计 也是他执行的命令 拉加德知道哥哥喜欢美女 所以找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女杀手去接近他 虽然刺杀任务失败了 但乌戴也付出了代价 后半生只能在轮椅上渡过 从此之后 拉加德和父亲陷入了冷战 直到伊拉克战争爆发 萨达姆找到了拉加德 父女之间依旧是冷冰冰的 萨达姆也不怪他给自己摆脸色 只是将孙子抱在怀里 温柔地告诉他 不管什么时候 我永远都会保护你们的安全 拉加德感到很奇怪 因为萨达姆好像是来告别的 没想到伊拉克战争爆发后20天 萨达姆就输了 拉加德知道之后 迅速前往约旦寻求庇护 半年之后 萨达姆被美军抓过 拉加德听说之后 瞬间紧张了起来 在这一刻他对父亲的怨恨彻底消失 只希望父亲能够平平安安的活着 丈夫去世 父亲被捕 兄弟被杀 拉加德一夜之间扛起了所有的责任 他开始在国际上不断的奔走 故意伊拉克和伊朗的人民站起来 反抗美国的霸权 拉加德不怕死的态度 让人们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萨达姆 因此拉加德还被人们称为小萨达姆 可惜因为萨达姆近几年来 已经把自己的名声搞太臭了 太多人都不敢和他扯上关系 万一没能把他救出来 还惹上了美国 白白的葬送了自己的前途 所以愿意帮助萨达姆的人 虚致可恕 所有的压力都落在了拉加德的肩膀上 尤其是他的父亲杀了他的丈夫 记者经常拿这件事情当做话题 拉加德没有逃避 他直视镜头 萨达姆是我的父亲 胡塞伊是我的姓氏 捍卫这个家族是我与生俱来的责任 妇女之间所有的不愉快 荡然无存 萨达姆又成为了女儿心中最勇敢的存在 为了父亲拉加德不断的聘请律师 为父亲在法庭上进行辩护 短短的三年内 拉加德聘请了2500名律师 可见他的用心程度 可这个庞大的数目 依旧没有办法拯救萨达姆 2006年 萨达姆被送上了断头胎 这一天 拉加德将自己关在房间里痛哭了一场 他无法接受这个结果 可他已经努力过了 结局始终没有办法扭转 拉加德从来没有看过父亲被行刑的视频 因为他知道只要看一眼 他就会受不了 萨达姆去世后的一段时间里 拉加德整日以泪洗面 沉溺在悲伤中 可他不得不站起来 父亲已经死了 哥哥和弟弟也全倒在美军的枪口下 他必须扛起所有的责任 拉加德召开了一场记者招待会 控诉了美国入籍伊拉克之后 令伊拉克经济崩溃 民不聊生 而让伊拉克变得富裕起来的萨达姆 却被处以侥幸 这场记者招待会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拉加德也从此沉寂下去 不再接受采访 或者公开表达什么意见 直到2016年 在萨达姆去世十周年之际 拉加德罕见的接受了采访 他不顾反对公布了父亲的遗言 萨达姆生前曾说 伊拉克失去他将变得一文不值 现在的伊拉克印证了这句话 美国也因此羞愧难当 无地自容 一个堂堂的世界大国 并没有兑现当时的承诺 当初攻打伊拉克的时候 美国曾信誓旦旦的和当地百姓承诺 战后一定会重建伊拉克 可事实上 美国不仅没有重建伊拉克 还让这片土地变得更加的混乱 甚至成为了犯罪分子聚集的地方 要知道 萨达姆执政的时候 通过出口石油 获得了大量的财富 而这些财富都运用到了 伊拉克民族的民生问题上 所以在这期间 伊拉克人民并没有什么经济压力 像住房养老看病等问题 通通都由国家来承担 毫不夸张的说 当时的伊拉克百姓 加加住洋房开汽车 人均GDP达到了一万两千美元 这个数据在80年代甚至与美国相差无几 然而萨达姆时代结束后 当地百姓的幸福生活也跟着一起结束了 取而代之的是战乱 疾病和饥饿 人均GDP也仅有4000多美元 连战前的一半也达不到 拉加德作为萨达姆的女儿 虽然可以继承父亲的威望为家族报仇 可身为一名女性 她背负了太多不公平的对待 当地人民很难接受一个女性炮头露面 更别说成为一国之主了 拉加德虽然想唤醒伊拉克人民 想让他们团结起来 可惜这条路比她想象的还要难走 现在的拉加德已经再婚了 她在约旦寻求庇护的那段时间里 遇到了一位珠宝商阿卡塞姆 她对拉加德展开了猛烈的追求 但拉加德并没有同意 因为那个时候她的父亲还在等着她来营救 阿卡塞姆没有强迫她 而是陪着她一起寻找各种各样的机会 可惜两人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 萨达姆生前曾经嘱咐过拉加德 放下仇恨好好的生活 直到一切都无法改变后 拉加德满足了父亲的遗愿 他嫁给了阿卡塞姆 并向着珠宝行业发展 过上了另外一种生活